董季祥,好,來 他在說他的這個 蔡龜 那個蔡龜 高雄二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然今天又答謝 哼 他現在這個在 蔡龜 蔡龜 然後他這個長頭的地方 然後就給他 乾乾的,然後 河風,白霧,白霧 這不是莫名其妙,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種東西 這個最主要 最主要的這種是 疫病,就是說 因為你種的這種方式 他長頭沒有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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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油車在床都是床在床上 這很方便 效果也很好,因為業廳都床得到 我們床當然效果不錯 但是 我們就忽略這個長頭 長頭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因為剛才我們有 跟田中明說到 田中明傳給的這個鄉民 裡面那個長頭 會找到 乾水通過 退色 退色 退色的一個 這個 這個經營 然後你看到 你看到 就是 他有一個 白霧,生育,生育 這種同時 這個我們看到的 這個就是疫病 這對所有的貨類裡面來講 從很接近去看到 在各館裡面就叫做水箱 在帳篷這個地方 在基部這個地方的中間 有時候如果是比較嚴重 就要熟外 那個人一直熟熟熟 如果攝導館的時候 你就會生這種白骨白骨這種情形 這點要注意一下 這一般來說是疫病 疫病我們當然有一個系統性的 一個系統性的擁有罐頭 但是這在標明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生長兼罐頭 什麼叫做生長兼罐頭 就是說在那個人的地方 把它抓一下 先說是在長腳 因為他最難在的 最難這個疫病不是只有在土腳面 他那個金五張頭 我們台語說叫做五張頭 國語說叫做經濟部 這個就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那個金跟我們的長兼罐頭 是要接那個精的基部 金最頭的這個地方 台語說叫做五張兼罐 金在發揮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在生理學上 生理學上 我們叫做中培座 往上叫上培座 往下叫下培座 上培座上去就是基調 下培座下去就是金 剛好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剛好在土腳臉和土腳底 剛好差不多在那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在臉 但是通常土腳底 我們看不到有什麼 所以在臉 我們要把它噴 長腳一定要讓他用到 長頭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用 灌一些油下去 要灌的這個 要灌疫病的這個油 一定要選到 就是因為他這個東西 是要的移性 就是說他要吃 因為我們 塑膠不蓋起來 要緊到那裡看 所以你把它灌下去 就是說金要有辦法去吸收 這種油 金要有辦法去吸收這種油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在營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要選一些這個移性性 比較好的 就是說他 簡單說 我們在說的這個移性性 就是說他比較早 系統性的這個用藥 什麼叫做系統性的這個用藥 就是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他吸收起來 他會走來走去 這種叫做系統性 有一個講法 有一個講法 叫做移性性 在這個藏地 有辦法刷來刷去 這種呢 通常我們在營的 就是說 從這個伊德利普巴克 這個亞托民 現在新的油 裡面有這個 這個三佛民 有這個百克民 但是三佛民和百克民 這個移性性 有 但是他都是比較熟 這個局部移性 尤其在地上部的移性 還可以 地下部 在金的這個所在 移性性就比較壞 所以我們在罐頭的時候 不一定就要用百克民 要用亞托民 要怎麼塞 像達妹分這種也會塞 但是在這個 啊 移性性裡面呢 其實我們 有來做一個簡單的 優惠一個 這個企業 我感覺到說 一陣子用亞托民不錯 有的人說 那亞托民 過了怎麼塞 他去上去 你要灌那麼多 灌到去上去 普拔科你剛才說 怎麼會上去 普拔科也很會上去 是不是 所以在用的時候 要注意 注意這個農土 啊 我們不要加糖 但是我們水量 好 你把他張頭灌灌 現在如果是灌死 那些就沒辦法 如果這個 還不完全灌 你可能就是說 張頭幫他噴噴的 有的人說 那要死 你又幫他噴噴 要做什麼 就是說讓那個困難 因為這個困難 你如果沒有去處理 他留在土地 他是不是一樣 啊 濕度的這個地方 啊 我們的筋子 那要收回來 隔壁藏 那要收回來 這幅是不是 還叫我餵到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一定就是說 全民性 我們做一遍的這個風低 啊 這個 在應用的時候 其實效果上 還可以啦 啊 不像我們所想的 那要拍處理 尤其菜圈 菜圈 菜圈還可以 但是你看到 啊 你看到 才來用 總是會比較壞 啊 所以一般來說 這種是必須要 先行做義工啊 啊 舊舊啊 尤其我們蠻比較長 剛才我們在說的 這個 啊 隔壁 種隔壁在灌這個 裡面的這個藥 通常是三個步驟 啊 陶便是這個醫德利 陶便醫德利 陶便的 啊 就可以用這個雅脫民 啊 這個滅打熱 有的人 在這個時候啊 這兩邊 他會用一個薄薄 一個撲滅靈 撲滅靈 他就是說 怕 啊 怕這種 利苦病 有時候會這樣 啊 這樣來營 啊第三邊 你就可以用普拔客 啊 這三邊 啊 如果過了之後 就差不多 讓我們控制掉了 沒什麼地方 啊 就差不多一個月 啊 在轉油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轉肉燻油 肉燻油裡面 啊 這便剛好用到 剛才說的這幾種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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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刷一下 這樣啊 算你沒有泡湯 啊 還是要灌一下 後來我們在灌頭 是灌肥 灌肥的時候 你也可以先刷油 這樣起來 這個效果就很好 啊 這種東西是必須要做 啊 在肥皂 啊 這個疫病 在肥皂館頂 在這個個館頂 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都傳得到 這種都通常 控制的好事 土腳底 這種比較難處理 所以 啊 這是要用成一個疾管 下火之後 我們聽說 下火過新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開始有拚臉了 這個所有的菜 啊 種得好就拚臉 種得好呢 當然就要用拚 所以這通常是這樣 啊 所以在下火之後 我們是不是說 第一 先排水 對吧 再來 灌頭過筋 啊灌頭過筋的時候 通常 啊 我們白水之後 我們通常就是說 啊 這個水不要穿掉 這是第一的工作 再來就是灌頭 灌頭是要灌什麼東西 灌疫病的藥 灌這個維他命B 啊 有的用一些榮林菌 要用一些蓋筋的 這個蓋筋 不是這個荷蘆膜 啊 不是這個生長調節劑 通常是我們用的這個蓋筋 是什麼東西 是用這個 啊 玉米素這類的 還是說這個 這種 啊 天然細胞分類素 這是第二的動作 第三我們是灌燥 要快的 噴噴噴 這因為流汗刷 啊 已經差不多流汗 比較快的 灌燥處理你的 這裡面都沒有說到流汗 是不是這樣 啊 你這樣 那我們的灌頭是在灌我們 就是在灌這個疫病 啊 所以這我們聽說明明 一定要了解 啊 這一定要控制好洗 這樣起來 這問題就會 有辦法降落在我們的趣味 就不容易出事 啊 不然這如果看到這個問題 的時候 通常都很壞 喔 那個速度會很快的 喔 這是我們愛秀注意的這個地方 提供我聽眾的朋友做參考 我看過 我看過 好嗎 我看過 我看過 那裡 是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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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你不可以看過